大家好,我們現在去計算一條比例的數 大家去看看這個數字 就是ABCD 它本身是平衡四邊形 之後其他幾條線 ADH、EBC 就是直線 我們先把數字放進去 它說了ADDH 分別有4和6 旁邊大家小心點 這是比例 大家不要以為是線的長度 如果一以為是線的長度 整題就錯了 這個比例是3比4 即是整條線 就是把它分成7份 EB佔其中的3份 BC佔4份 我們在這裡 首先看平衡四邊形 其實就是這個 ABCD 是平衡四邊形 即是說 AD和BC 那個線的長度 都是6 大家去看看 這個BC 是在7份裏 佔其中4份 整條當它Y那麼長 它就是6 我們就找回整條Y究竟有多長呢 那麼我們就找回整條 然後把它放進去 那麼我們就會 經過計算之後 就看到Y 本身是10.5那麼長的 那麼如果Y這個 是10.5 那麼這個BC是6 那麼就是EB 就是10.5-6 那麼就是4.5那麼長 那麼之後呢 大家就可以再看看 看看這個 E G C 這個三角形 那麼其實呢 你兩邊的比例 都是一樣的 那麼所以呢 它 這個比例的各方面 都是一樣的 因為同一個三角形裡面 那麼所以呢 我們就可以在下一步 就看看它的題目 要求我們找到這個EF 以及這個GH 那麼我們就找到 EB這邊就是4.5 那麼所以呢 我們就看看它這邊的比例 其實都是一樣這樣去比的 那麼所以呢 我們就可以找到 它這個 在4.5 而另外 GH那邊 那其實呢 它就是 呃 4 來的 因為都是比例去這樣看 那呢 所以我們找到這個是4 那麼呢 經過這個計算之後 其實我們就找到呢 它其實是9比8來的 那所以呢 我們就可以找到一個答案呢 是這個 對了 那因為呢 它整個題 那就是 有些就用數字 有些就用比例 那我們呢 就把這一堆的比例 計算好數字 然後就是數字 跟數字 跟數字 這樣去做一個比例的計算 那呢 就不會就撈亂了兩種不同的數值 那上面這裏呢 就會有一條 就是和胡祥線形面積有關的題目 那大家呢 就可以做一做 那如果有興趣想知道答案的話 就發一個電郵來問回我們 或者是留言問回都可以的 好的 可以 或者是